今天的话主角是这个翻盘 这个是一个新款M3N4所拥有的一个平底翻盘 三色缝线非常的帅气 首先把方向盘回正 然后我们左下角两个洞 捅进去气囊就可以拿下来了 然后用石榴套筒 把这个固定方向盘的螺丝拧掉 拧下螺丝我们把方向盘取出 首先把这个换挡拨片 这里有一个螺丝拧下来 这边也是也有一个换挡拨片螺丝 也拧下来 它后面有三颗螺丝 用这个T20的工具把它拧掉就可以了 这里有两个卡子 需要把它给撬出来 然后往上掰 这个有个插头拔掉 这样就拆下来了 给你们看一下对比 这里面还有一些内部的零件 要全部把它移植到上面去 然后把这根线拿出来 到时要做个延长 现在把圆池按键拆下来 替换到新按键盖板上 把螺丝固定好 就把这个线束卡好 每个位置都有个卡 卡好就可以了 方向盘按键就替换好了 我们要把它这个芯片给它拔出来 直接把这个螺丝拿掉就可以拔出来 这个马达还有两个螺丝 用小型的十字螺丝把它拆掉 然后我们把这个马达针换到支架过来 然后把这个螺丝锁回去 这个是新的配过来的电路板 然后我们把这里重新插上去 装回专用位置 把这两个固定螺丝拧紧就可以了 再把这个后面的小盖子给它卡回去 然后就是这个底盘三个螺丝拆下来 一直货到新的方盘上面去 刚刚拆下来的三个螺丝直接放上去 用贴20拧紧 把延长的线固定回去 现在把我们的按键盖板卡上去 再把拆下来的波片螺丝回位 固定好就可以上车了 好了 现在把新方向盘对好放进去 把方向盘这个螺丝拧好 带紧螺丝即可 最后我们把气囊的插头插回去 安装完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